感恩那么世家牟女华,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浪广大灵感光摄云菩萨摩尔沙,感恩十皇上是一切诸华菩萨及隆天护华菩萨,感恩恩是慈悟,感恩是兄们,我是回物同修,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,光摄云菩萨有求必应保佑孙女修书笼包不用手术, 我学习光摄云菩萨牵手牵眼救度众生,献身说我,请大慈大悲光摄云菩萨保佑我能够把今天这个红火转为功德,希望我的哄响能广结善愿,广度有愿,哄响中如有不如理不如火的地方。 请来摩世家摩尼华慈悲养量,请大慈大悲光摄云菩萨慈悲养量,请隆天护华菩萨慈悲养量,请师兄们批评指正, 我自己的业隆,不让师父呗,不让聆听的师兄们呗,不让总包师兄和默默互书的所有义工师兄们呗,感恩那么世家摩尼华,感恩那么光摄云菩萨,感恩师父,感恩大家。 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这心跟大家哄响,泄花以来的灵阳势力及港务,哄响医,刷生寡暴大,暴伤大,太可怕。 我的老爸生强是一名乡村医生,心已几十年,救人数不清。 精通医术幼道并出,老爸养治了一种幼人滋溜秀床,洗幼用一种小动物哈冒作幼云子。 这小动物在夏天比较多,老爸每个网上都会去抓它,然后装在水桶用旧衣服和绳子把它捆绑紧。 不让我们看,小动物的样子太可怕。 老爸因此照下了沙业的寡暴。 我是家里老大,所以受害也最大。 我的皮肤很不好。 不论翁者有一下,会把它捉得皮泡血流不渴。 我的小腿是巴音累累,降不得人。 大日天又抹穿长裤子,又抹穿长袜子。 三岁多的小孙女比我还养重。 这出生后就晃了尸疹,早晚身上都要涂一种药膏。 时常气氧无比。 每次看到花的小孙女的视频,孩子都是在这抓抓,那抓抓,看到都心疼。 这就是沙串寡暴大,暴三代的英寡暴硬。 二妹家是一帮再一帮。 弟弟家更是一塌糊涂,不想刷她。 小妹做了栽畜子宫手术。 我都不想接自己的伤疤。 家丑不熟外扬。 今天为了救度,有缘人不要放下杀生这罪业。 所以,不得不把这家的伤疤重新揭开。 120多斤的老八到最后大约两粮时间。 瘦身六十几斤,看到很心疼。 因为老八患上恶病。 在胃和食道之间,蓬蓬长了一个恶性肿瘤。 很长时间只是留着,其他吃不下。 老八病情严重使我看她两次。 第一次,姐妹三针一起去。 那天,老八好像在养奖改三里而听,精神特别好。 第二次,是和习儿子、习户、孙女一起看老八。 这次大不一样,老八不想说话。 叫我叫她查百度。 然后,我坐在边上看她查百度。 心情无比沉重和难受。 为什么老八网娘又承受这么大的磨浪? 所以,我要考虑在山决定把这势力哄想出来。 已尽后人引以为戒。 风想二。 光摄云菩萨有修必应,保佑孙女修出笼包不用手术。 2022年秦明节抢几天。 儿子打电话说,那天带小孙女去一样抗病。 右手臂上长了一个小笼包。 挂不上号,又等下周立再看。 网上六点上香,我向诸华菩萨喜样。 转五十条华菩萨公德给孙女。 请明节帮助孙女损送三张金公主和给她的幼金子。 恳请诸华菩萨保佑孙女修出首上夜战。 挂了几天的一个下午。 儿子花微信刷孙女转网咳嗽很厉害。 打算明天就一样抗病。 现在是回常时期。 抗病又24小时强抓黑霜。 我跟儿子说明天再抗拔。 网上六点上香,我再跟菩萨喜样。 转五十条华菩萨公德给孙女。 恳请诸华菩萨帮助孙女修出喉咙咳嗽夜战。 第二天,我花信息问儿子抓网孙女怎么样。 儿子说孙女好了很多,不用记忆抗病。 挂了几天再带孙女记忆抗手上的小笼包。 医生讲查之后说又哄又走。 如果在肿大又定期记忆抗掉里面浓水。 梁磷太小不可以抓手术。 因为我女儿手上也长了这种小笼包。 慢慢会长大,最后做了小手术。 为此,我再次跟祖华菩萨喜样。 从农历三月二十五至四月初一, 帮助孙女作量七张修出业障金屋组合。 作量七包心灵密码七八二九,七双大杯咒,八双心金, 两双礼花大唱会屋,九双修摘吉祥。 每天作量一包七天完成。 转一百条花布施功德。 转现身刷花七个清功德。 恳请诸华菩萨保佑孙女修出手臂业障。 看护知识不用做手术。 我一定把这灵阳势力写成文章。 轰想出来到买个金献身刷花。 旧度有缘人写花亮金。 以报华恩,以报施恩。 端午节,儿子,媳妇,孙女他们回家。 我马上看一下孙女手臂上的小笼包。 削掉很多,剩下一点点。 医生说会输小就不用做手术。 一切都是菩萨最好的安排。 除了感恩还是感恩。 心灵法门灵阳无比。 谁写谁受益。 义人写花比因家人。 再次感恩南无斯加茅尼花。 感恩大慈大悲光摄影菩萨。 感恩诸华菩萨。 感恩师父。 以上是花生在我孙女身上的灵阳势力哄响。 希望通过我的哄响, 能够让徘徊在花门外的有缘人。 赶紧捧起金书。 写花亮金。 早日泡米开悟。 离苦得乐。 我的哄响到此结束。 哄响中如有不如里不如花的地方。 请南无斯加茅尼花吃杯羊亮。 请大慈大悲光摄影菩萨吃杯羊亮。 请隆天护华菩萨吃杯羊亮。 请师兄们批评者证。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杯。 不让师父杯。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杯。 不让总包师兄和默默互书的所有义工师兄们杯。 感恩南无斯加茅尼花。 感恩南无光摄影菩萨。 感恩师父。 感恩大家。 谢谢。 三年四月月之后。 开始成长了。